台东警分局的远警在日前执行勤务时 发现了一辆自小客车的车牌登记人是通气犯 随即进行了拦检 而当驾驶人摇下车窗时还神色泰然 但警方闻到车上有浓浓的ketamine气味 经过同意搜索之后 在车内查获了吸食器和毒品书包 而车上的一名阳性女子坦诚 都是她所有 养女在讯后被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条例罪嫌 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那个是什么 拿出来 这是什么 拿出来啦看到了啦 这是什么 这是铁啊 那是什么啦 女子在警方的劝说之下 才从包包里拿出毒品 日前台东分局警方在执勤时 发现一辆小客车 车牌登记人是炸漆通气犯 随即拦停该辆小客车 并在车内闻到浓厚ketamine味道 且在该车里头搜出毒品及吸食器等证物 本所远警在11月2日晚间的11点半左右 执行取缔酒驾勤务时 以N-Police来查询行进车辆的车牌号码 查到车主为炸漆通气犯 随然查该部自小客车 这时当驾驶摇下车窗 远警闻到浓浓的ketamine气味 经查询车内的乘客 均具有毒品前科 远警盘查时 在副驾驶座阳姓女子的座椅上 发现内装有ketamine的吸管一支 随即又在车内查过ketamine一包 以及两支参有ketamine的香烟 另外在养女的背包查过吸食器一组 amphetamine一包 养女坦承毒品为其本源所有 全案警方征讯后 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请台东地检署侦办 台东警方表示 为落实政府反毒的政策 将成立查气毒品 并配合安居气毒专案工作 积极从药角及施食毒品者向上溯源 以维护社区家园的良好治安 记者陈继琳台东市报道 还有没有